大家好 我是趙璐 歡迎收看本時段新聞快訊 總統拜登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其他國會高層領袖 昨天在提高債務上限的問題上似乎沒有達成協議 如果不提高債務上限 美國政府將面臨嚴重的違約風險 兩黨就債務上限的談判仍然沒有明顯的進展 財政部長耶倫24小時之內兩次發出警告 他在15日致函兩會 尊促國會在6月1日之前 儘快採取行動 提高債務上限 否則美國將面臨債務違約 在16日的另一場銀行業會議上 耶倫警告說 國會只要一天不採取行動 美國就會經歷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 這可能會引發經濟衰退 摧毀許多就業機會和企業 如果届時未能解決債務上限 不僅聯邦政府的基本運作可能會中斷 而且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 可能與2008年的大衰退相當 失業人口將超過800萬人 美國股市的市值將縮水45% 眾院議長麥卡錫則比較樂觀 他表示 最終我們不會債務違約 麥卡錫說 減少參加債務談判的人員數量取得了效果 他將確保債務協議的工作完成 拜登明天將飛往日本參加即期峰會 但將取消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行程 並將於21日返回白宮 繼續解決債務問題 迄今緬甸的颶風摩卡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升到80人 當地官員表示 由於有100多人失蹤 擔心死亡人數可能會繼續上漲 摩卡周日登陸時 風速高達每小時195公里 導致當地基礎設施倒塌 漁船化為碎片 地方領袖表示 若開邦的布馬村和鄰近的 空多卡村至少有41人死亡 當地居民多為被壓迫的回教少數族裔罗星亞人 聯合國緬甸代理駐地協調員兼人道主義協調員 巴拉克里西南16日通過視頻告訴日內晚的記者 契學摩卡在緬甸西北部所到之處 預計會影響到540萬人 其中對於310萬最脆弱的群體來說 就是一場噩夢 同時 聯合國難民署也對孟加拉國 羅星亞難民的近況表達了關切 並稱當地難民營有多處房屋和關鍵設施被毀 李西南指出 強烈的風暴潮同樣隨著氣旋而來 導致很多的房屋被數米高的洪水淹沒 橋樑也因此被毀 儘管部分居民已經提前撤離到內陸地區 但是仍然受到嚴重的影響 並且因為道路的阻斷而難以返回家園 意大利北部埃米利亞羅馬涅大區連日來暴雨引發的洪水 造成至少8人死亡 超過5000人需要撤離 原定於週末舉行的一級方程式賽車也被迫取消 意大利國家電視台新聞頻道報導的消息說 昨天以來 嚴重影響 埃米利亞羅馬涅大區的洪災造成至少8人喪生 多人失踪 據悉 上午發現的第三具屍體是一名德國的女性 該地區14條河流和溪流因為強降雨而氾濫 法恩渣和里橋內等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被洪水淹沒 該地區的通信存在嚴重問題 多地出現停電 部分地區較已中斷 情況危急 市政府在發布的公告中建議公眾前往建築物的較高樓層 絕對不要去地下室 車庫等低洼地區 海市和民防部長穆蘇維分享了埃米利亞 洛馬涅地區 至少有5000人被疏散的信息 針對這個情況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表示 將召開內閣會議 以便采取緊急救災措施 副總理兼基礎設施與交通部長薩爾維尼表示 有必要取消將在本周末在受災地區舉行的F1拉莫尼站的比賽 到訪首爾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跟南韓總統尹熙岳舉行會談 雙方簽署了關鍵礦產合作和能源安全等相關的諒解備忘錄 兩國同時譴責北韓的核計畫 呼籲平壤當局重返談判桌 南韓總統尹熙岳在總統府迎接到訪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這次是九年來首次有加拿大總理訪問南韓 也適逢兩國建交60周年 尹熙岳表示 南韓和加拿大之間建立在自由 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友誼 正進一步發展面向未來的合作關係 兩人在會談中討論到關鍵礦產合作和北韓等議題 會後 雙方舉行聯合記者會 並發表聯合聲明 指兩國簽署了關鍵礦產 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相關的諒解備忘錄 加強南韓和加拿大在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合作 協助雙方在電池和電動車領域成為全球競爭者 雙方同時宣布 正式啟動高級別經濟政策對話 進一步提升經貿方面的相互理解和應對 聯合聲明也指出 印太地區和北太平洋的穩定和安全 對南韓和加拿大愈發重要 兩國譴責北韓的導彈以及核計畫 呼籲平壤當局重返談判桌 杜魯多訪問南韓三天 周五將轉往日本管島出席七國集團峰會 軍隊